好 那还有呢 就是你看 还是一个关键词的问题 就是你看啊 这里红 红道的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关键词的搜索量和价格 它是有相关的 比如说像这个词 它这个搜索量 比如说啊 这个这个 我们就说一个月啊 随便说一个月 一个月搜索量是十个 它一个点击是六块一毛九 美元啊 美元 但同样 另外一个差不多的 关键词 搜索量也是十个的 却只有两毛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差了多少 差了三十倍 所以很多时候 这就是我一再强调了 学了我们这课之后 大家一定要学会 有一个意识 去关注你的关键词 谷歌广告的意义 打谷歌广告的概念 不是说光是省 而是要转化啊 所以还是要先看 Volume 所以像这个里头 应该是什么呀 像Volume 5400的 这肯定是你的第一的 要学习 你要考虑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二百六 那么同样 大家来看一下 五千四的搜索量 一个是两块七毛六 两块七毛六 另外一个呢 是啊 这个是二百六的搜索量 是三块六毛四 那相对来讲 肯定是这个性价比 会更高一些 那么还有呢 就是做这个谷歌广告 它其实是一个良心活 你能不能够帮助客户 把这个最好的 这个省钱的办法 就是给他选好的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不要有那些无效的点击 啊 然后是非常同样的 一个客户 那么就是这个同样的 这个差不多的点击 那么花费差了大概 像这个是五倍左右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之前 它优化钱是十块钱 优化之后是两块八毛七 这是我们自己亲自的 看到的案例 那这个就是YouTube广告 所以我希望大家 今天听过我的课要知道 就是不要再总用传统的这种方法 我知道太多的什么 这个一个杂志的封面 是六百八百一千什么的 然后真正这个杂志的发行量 可能就两百 就不要用这种办法了 如果你当然你是为了混人脉圈 OK可以的 但是呢 其实如果用互联网的方法 你看像这种YouTube的点击 它可以低到这个 就是最低 如果你视频内容足够好 它跟你的视频长度和内容质量 是严重相关的 所以它这个 就是你可以花很少的钱 就得到非常好的曝光 那么关于 如果你要跟你家网公司合作 它应该给你提供什么呢 那其实呢 这也是很多同学都会问到的 说我要跟一个网公司来合作 那么应该提供哪些内容呢 就是这个要 它要给你有一个广告投放的策略的方案 就像刚才我说的 是要不同的地区 然后还要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受众的量 然后要不同的关键词 然后呢 这些关键词 它的流量 然后它的竞争难度 以它的这个每个关键词的花费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你要这个了解 这个系列的这个进度报告 就是你最起码 不说是每周 但是每个月一定要有这个报告 那有的时候可能要更多一些 因为你要随时来调整 然后呢 还有呢 它需要有一个广告的设置费用 然后呢 它这个里面 费用里头 那么一般来讲呢 它都包括 就是你交易广告公司的钱 都包括什么呢 这一部分呢 就是有 刚才我说的 就是广告的setup fee 设置费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交给这个谷歌的广告费 然后呢 还有就是给你的账户的管理费 然后如果你这个做这个广告 在营销 那可能还有更单独的一个费用 因为通常来讲 在营销它会比较难 比较辛苦 所以基本上 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一部分是给谷歌的费用 一部分是给这个 就是这个online marketing公司的费用 好 然后呢 如果你要是做display广告 那么刚刚我这说的展示广告 就是display广告 它一般是在给你有一个设计费 大家可以看到吧 这个就是display广告的 它是一个动态 你看到这个动态了 对 这都是 这个都是动态的 这个就在不同的平台上 那么我们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有一个设计广告的 这个动态 就在这边 有一个设计广告的